那個會議請問 來做實質審查吧 急著把他送到院會去 反而製造更多的衝突 我這邊也是希望陳寅委員可以看到 這是105年7月6號 陳其邁委員主持的內政委員會 你可以看到三個提案的 你們各是黨團 林德福 柯建民以及陳怡傑 不同黨團一個人簽名 那他也是在談確定議事錄的問題 陳其邁委員講得很好 他說假如在會議的開會中 當主席在進行宣告的時候 台下有委員有意義 理當要尊重台下的委員 這是陳其邁講的 假如主席自己的宣告 沒有取得多數委員同意的時候 那這個宣告是屬於主席個人的宣告 這並不代表委員會的決議 這個部分必須先說明清楚 他後來針對議事錄也有做修正 我是認為說 是不是好好回到委員會 我們10月5號無效 好好開空聽會 我們11月還有很多的時間來討論 如果行政部門也表態 今年到年底前這個假就是放了 我覺得我們好好審查 好好審議 國會議員打架真的不是好的教訓 我回去很難跟我兒子交代說 我為什麼在立法院做這些事情 謝謝 好 謝謝許委員 接下來請柯智恩委員會議詢問一分鐘 謝謝 Miranda 謝謝 我跟你說 感谢观看